今天是3月14日,星期一 上一次Hobby Next Phase已經上一季 今次又有最新的一季,春季 原本我打算是14至17,不如看完全部才拍片 但似乎第一天已經很有了度 我懷疑最厲害的東西在第一天就說完了 也有些驚喜,不如大家一起研究一下吧 第一款是我完全不懂的Digimon Evolution Amplify 我完全不懂 這個就是Google的忍事 Google的忍事 9月發售,5000日圓 我真是不懂 看你的樣子,我個人不喜歡 因為這位置很窄的盆骨位 雙腳又不知為何弄到位置那麼大 那我不懂,設定是這樣的 應該都是之前研究過的 你越收場的話 它的關節很快就會受不了 我又不知它有多少是貼紙 有多少是分析 肩膝頭的白色 還有金色,我想應該是貼紙 後面這個 類似噴射的位置 這些都是貼紙 我相信對腳的白條 都應該是貼紙 但金色 我想應該是會分給你的 除了前臂這個 金邊黑 中一刻,就未必分 可能都是貼紙 嘩,就做個快樂披肩 這個角度看起來好像有型 對腳沒有那麼差 有些F91的壞人 那些壞人的機械人感覺 我又不覺得有型 我覺得上次那隻 有個盾 很高的白色 又有個紅色披肩 那隻真的蠻帥 這隻是一般的 我不知道它有多厲害 在DG網上有這個Effect Pass 5000日圓 好像挺划算 有很多東西 以這個DG網 是否一直都搶開 大家可能都要搶開 不過今時今日這個環境 你還有沒有心機搶開 可以的 5千日圓買一隻DG網 如果你是粉絲 我想都應該走不掉 這些是舊東西 這隻可以的 這隻盾有多型 不錯 狗就一般 49501 9月發售 這個厲害 這個可以說是BANDAI的震撼彈 POKETMONPALMO 這些當然是不適合我 我想你們可能都不適合 完全是女女幼兒向 其實你不要小看這些 這些真的賺到笑 雖然700多日圓 但它可能賺了650日圓 這些全部是小朋友會買 親子同樂的 買來跟小朋友拍攝 還有很多女生都喜歡這些 雖然不齊無形 但看到這麼可愛 可能他們都會買 很簡單 用手撕出來就可以了 所以這些系列 真的不要小看 這些可能真的賺到錢 原來出了這麼多隻 我真的不知道 出了這麼多隻 男朋友說 你放心 我會捉住你的手 陪你一起砌 你只是捉住我的手 好 這些人來哄女女 OK 很棒 不知道是否因為 封刀偵探 的關係 Figurized Standard 突然出雙倍 一夜做兩隻 Fang Joker及Skull Fang Joker 官圖真的無限好 哇,3500多人 好巧貴 這個真的官圖無限好 哇,這是全CG 這些白色的看法 特意做了一個類似珍珠效果 我不知道將來推出的 會不會是 不過通常以BANDA的管理 如果它做得真的 和你捉住珍珠的話 珍珠應該很粗大粒 黑色的部分 就做了半光 看過款 理論上 這些紫色件 肩膀和手 應該可以分到色 做紫色 不過這個紫色裡面的黑色 你當然要自己補 肩膀應該是分件 沒有問題的 白黑應該是分給你的 太容易了 這個紫色應該可以分給你的 就算不是分了 也不難 這些白色 中間有些黑色的位置 你就自己補掉 沒問題的 手腕這個 我相信 我相信你要補 你補回紫色 然後這些你就自己補掉 黑色的邊 這個也沒問題的 官圖無限好 看看多漂亮 哇 哇 OK 中間的銀色 這個線 應該是貼紙 到時你就自己貼 頭中間的黑線 這個位置 應該自己貼 或者你用一些 燃爪毛 引去 沒有難度的 OK 就這樣看 就這樣看 好像很厲害 手型到 手型就頻發 角都有兩個 為何給你兩個角 雙角可以摺 雙角可以摺 不可以摺 這個 真的不知道怎麼做 這個看上去 應該是單色的 你看看自己怎麼游 基本上我都不知道怎麼游 可以裝上刀 在腳和手的地方 3500多日圓 官圖無限好 Fang Chooker 咦? 為何這裡有個洞 難道不可以刺腳架 這個挺噁心的 這個挺噁心的 Sculpt 這個Hand Cam 這個你要全分有什麼難度 除了這個紅色點之外 在吉川芳屍 是不是吉川芳屍 咦? 對眼裡沒有底色 各位到時要搞一搞 這個看得出 雖然是CG 應該是全銀件 中間這些黑色 自己染了 都沒有什麼難度 是皮帶 帽也有兩頂給你 是否換件帽 還是什麼? 有崩和不崩 OK啊 這個頭中的黑色 應該不會分給你 應該都是自己染的 最大的問題是皮帶 變身器 還有槍 哎呀 這個帽真的這麼便宜 真是換件 Sculpt 為什麼多這麼多手掌 可能有槍的關係 這些我問你怎麼有 至於金屬紅色 哇 哇 還有一個行李 多划算 多划算 都是3500 看上去 Sculpt 好像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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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出過這些嗎? Figurite Center 有出過這些嗎? 有出過嗎? 看看這個 7月發售 9月 遲兩個月 如果您這樣看身形 官圖實在太過無限好 其實我只可以用OK來形容 不過沒辦法 始終都是Figurite 3千多日圓 你還想怎樣 這兩隻都可以 挺吸引的 通常這些很快些價格 也不用怎樣搶 大家不要 不需要太有激動 一定買到 這個真的厲害 真是猜不到 RG 計算這個EVA之後 另外一個 飛高達系列 勇者王 我這個真是 這個算不算是一個 真是震撼的消息嗎? 勇者王有多粉絲 雖然我不是 但是出RG 我最初有想過 最多出HG的Super Robot系列 不是啊 他擺放RG 證明勇者王 過了這麼多年 仍然是 很有市場 不便宜 6,600 但也比置戶便宜 置戶 置戶好像是 限定版好像是一萬日圓 這個厲害了 RG 勇者王 9月 RG 史上最高峰的自然手指可檔 Bandai 的市場 市場最高峰 是否只懂得一句 史上最高峰 史上最高峰 PGU 又是說 集Bandai 40 年 史上最高峰的模型製作經驗 出出來 但是 所有東西都不是新的 之前的MGEX 也是 跟趴史上最高峰的金屬表現 但這次 我想她也沒有宣傳點 最高峰的手指可動 那這算是甚麼呢 她說 新開發的手指可以更細 而可以做到可動手指 但其實 細極 都有一個抱 其實她這樣做了一個可動手指 你大概都可以猜到她有多高峰 她有沒有說她有多高峰呢 她沒有說她有多高峰 但她既然是可動手 你也可以猜到 可動手有兩個做法 要是多色形成 要是逐個關節剪出來 就是拍下去 多色形成 當然的不好處就是 有超多的劏口 磨到你瘋了 分母線都不要理 如果是逐隻拍下去的話 她當然也會有劏口 也會有分母線 要磨是相當困難 我相信她應該是 多色形成 她不可能被你逐隻 逐字手指自己拍下去 你按了拍法 我想 人們砌完出來 全部人可能少了幾隻手指 因為飛了 飛了 不知道去哪裡都不見了 根據她用可動手掌 就算她說是一個新的技術 可以做到更小 西極有個抱 你不能太小 你太小的話 你只會斬團 所以你根據她這個可動手指 你大概可以猜到她的東西是多大隻 雖然她這裡沒有說 她一定不會是一般RG 一比S4那麼小 因為這樣是不可能的事 如果BEN-LINE這樣做到 手指是不斷的 那你真的很厲害 我即場被IN-LINE 吞了可動手掌 你可以估計她大概會是甚麼高度 我想應該會是RG High New的高度 又或者是HG的基戰系列的高度 應該差不多是那個高度 因為你只是賣6600 你不可能做到很大的 而且她是RG 分件應該是很小的 6600 有一隻High New高度的勇者王 我都覺得OK 我都覺得OK 全噴油當然 你也要顧慮一下 會刮的問題 不過都挺厲害的 你現在看 很漂亮的 為甚麼呢 因為她是CG 實際上 你會預料她不噴油的話 可能你也要滲線 基本 否則效果不能出來 這隻手很誇張 你真的那麼誇張 你不要點我 那麼堅 到時這個手掌 每一節都會有一個湯口,每一節都會有一個分母線 然後你就要用方帶鏡慢慢去磨 這個真厲害 變形可動合體,RG 就算你做到HINU,我相信都頗難搞 因為我沒有跟開這個勇者王,我有看 其實勇者王是唯一一個系列,也有看過很多集數 但很細緻的樣子,我沒有太多留意 這隻勇者王的樣子是否很跟著這個電影版 還是它有改了一點呢? 我分不太出 它絕對不是那些千席鏈,把東西拉長一些 改得很厲害,然後改到超型 超型就不論到它了 但它可以有一個RG 可以做到全可動全變形合體 我都覺得很厲害 加強度,就要看它的設計會如何 如果它又做完九五搭八的鎖匙洞 啟開一些RG,你也知道 那些位置真的沒眼看,希望它不會 你噴了油的話,肩膀一插進去就變化了 它好像不像千合金那樣 穿過身體,應該是這樣分開 放在肩膀上 這樣就好 不過這隻RG 很難祈求它完全跟著動畫版的變形 有這個樣子,你也偷笑吧 6,600日圓而已 如果我會組裝,我當然會噴了油 噴了油的話,我合完一支看 我就不會再分開了 一定是花光了 可動也不錯 通常它這麼複雜的話 Bandai一定會偷膠 我希望這隻不要如何偷膠 始終你揹著RG的名字 例如你手跟腳跟關節 你偷膠就很噁心 嘩,真的會這樣變化了 這個拆下去就差了 腳 No 不過不要緊 反正我都不會玩 我都不會玩分離 咦 喂 真的這樣拆下去 真的這樣拆下去 咦 咦 那豈不是花光了 咦 難道我要只拍這隻 如果我會買的話 如果會買的話 喂 這麼大隻,這麼重 你會不會很快就站不穩 這個頭一拍下去 又花光了 這個頭一拍下去 前門又跟回合金雲 那頭是否左右轉不動呢 各位,這隻勇者王 大家滿意嗎 那輪子和價錢 有沒有興趣呢 有否可以炒爆 有否可以被人搶呢 一定是被人搶的 但我覺得BANDA 一定會被人搶多一點 會被人搶多一點 會被人搶多一點 幸好勇者王 我不是粉絲而已 我都想砌 你砌了這麼多高達 你也想砌一下非高達 不是真的滿了抽筋 我也有興趣的 但你說要搶就 先想想 看看有沒有開訂 有得開訂就訂 沒有開訂就算了 這個外形挺漂亮的 還可以這樣 勇者王可以這樣嗎 我忘了有這樣的東西 你看這個 胸口 是這樣的 不是這樣拆拆拆的 真的和你一鋪過變出來 這麼厲害 這麼厲害 看來這隻真的只剩算了 真的只剩算了 你這樣變法 噴油的話 多小心都沒有用 多小心都必死無疑 還可以這樣 這樣 拍手 按鍵 出超筋 會不會更厲害 各位 合體時追求腿部 不知道有什麼搭載 看不出有什麼分別 還可以跪 你不是吧 這麼誇張 可以合手 還可以跪 變形還跟得很足夠 六千六幣 很划算 還有透明件 看到裡面 這麼誇張 哇 喂 喂 不是流的 裡面還有細節 哇 越看越厲害 那些細節 那些細節 豈不是很浪費 哎呀 很苦惱 怎麼辦呢 直接拍油膠 噴了油花 怎麼辦 哇 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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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雖然你看到裡面也有一些空 吵了大蒜 你還想怎樣 哇 真是真是真是真大 這樣看 我想它真的不會太小隻了 太小隻又真的拿來死了 你砌完後 都不知道多少所看到了 這個是什麼特別 沒有印象 還比買盾 算是不會賣得超便宜呢 老實實 它有很多席 也只有六千六 是不是有点过便宜? 有点料到 然后呢 这个应该是娶吧 娶人不要选我了 你送给我 你送给我也不用 只要拍就还可以想想 还要P-Bandai 又是9月 或者近期就开订了 这次我有兴趣 看看是否可以买到 各位怎么样? 是否很开心很兴奋 是否一定要买呢? 留言说下 今天最后这个 我也觉得挺震撼的 HG有Amplify 整天都Amplify 出这个 龙神院 其实呢 Bandai 你早就应该这样出 那些压缩版 我真是受不了 你出这些这样的 至少我也有点兴趣 但是 龙神院 《魔神奇弘传》 我是有看的 我都好像看完 不喜欢 不厉害 但是呢 《魔神奇弘传》 当然有很多粉丝 我想问一下 你们这些真粉丝 你们是宁愿喜欢这样的 似真人比例 还是原早卡通 压缩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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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喜欢 这个我就喜欢 7月发售 5500日圆 我看来这款 都是属于抢的 都是属于抢的 我也有兴趣 当然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帮助的 不过没办法 全部都是属于抢的 没办法 那你就要估计 这些金色 Bandai 你是怎样 你又是 Gunplus 史上最高峰的金属表现 还是你 就这样 用啤一只水纹的 胶色金 还是你会电导 不过5500日圆 你想要电导 应该也挺难 所以我想到 应该是啤膠色 这些色 我想很多地方 都应该分辨 但肩膀 就不知道 Bandai 会不会很仁慈 看这个款 应该整个都是金件 红色的地方 就是贴贴纸 这些位置 很难避免 通常如果我买到 我真的会砌 应该都是用旧方法 即是用贴纸 去做Mask 即是先噴上红色 整件噴上红色 然后贴纸 再噴上金色 然后撕上Mask 唯有是这样做 帮助的 他真是帮助 始终他背着Amplify 这个名字 都不是流的 因为他全改了 虽然很有高达 你看看他的脚 根本上是高达 看办法 大豪元邦 这个也是大豪元邦 看起来很酷 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为何没有买Batman 也是这样 因为他是AQG 所以他没有一个真正的拳头 他全部都是一个握劍手 就当是拳头 即是开了个洞 你把把劍放进去 对Batman来说 我觉得太噁心了 所以我是没有买的 这款我有兴趣 但又是不知道买不买到 现在经常都是这句 不知道买不买到 日本仔那边 听说现在还是叫苦连天 那些东西都被人掃了 真可憐 那我不知怎样了 我真是不知道 不知道Bandai会怎样玩 他到底是用一大堆货 来满足一下 要求 还是不够货 人们买不到 买不到就不买 那就算了 真是不知道 但这个样子是漂亮的 不过前面这个胸口 看上去好像 砌漏了一个胸甲 但一个不觉 好像漏了一个胸甲 还没砌上去 有一个这样的感觉 但是漂亮 他真是漂亮 他真是型 就算是CG也好 你大概都知道 他砌出来是什么样子 虽然偏离了龙神院的感觉 始终比例不同了 但始终他像一个真人 比例 对我来说是很吸引 这些位置 你看到 他画了线 你别说我画 一定没有线给你 你是自己黑的 糟了 我的黑线功力 到现在都完全没有进步 怎么办 你看这条龙都黑了 你真是假的 我真是搞不定 我真是搞不定 我真是不懂 HG也是一个问题 就是他没有线给你滲 就算你喷油也好 你也勾不出框 这个真是 对我们这些低技术人士 是很有障碍 就像这个尺寸 这个尺寸 很帅 是MG 应该不会很少 应该会很少 应该会很少 哇 灯笼劍 这些东西 好看不好看 你看这个横切面 通常很快都会松 不忘法 现在是爱你不爱命的 现在是现代 这个还可以更换 哇 好 好 好 这只对我来说 吸引过勇者王 吸引过勇者王 应该做二继 HG Amplify 什么叫IMGN 是不是Imagination的简寫 不会是这样的 龙神园 他会否附送一个小飞魂 应该没有 我看过也没有 哇 这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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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没有买这只 超魔神龙神丸 这些Q版我真是不适合 真是不适合 哇 龙神丸 HG Amplify 这只我想 这只我真的有兴趣想砌 特别是你的肩膀 原来你分了给我 哇 你说这么多话 做什么 早点拉下底便算了 7月5500 无形仓这些 麻烦你开订了 老老实实 RG 龙神丸 如果你无形仓开订 那我就可以订到 否则 我便买不到 买不到 即是砌不到 真可憐 这只我很有兴趣 虽然是5500日圆 虽然它是HG 但这么贵 5500日圆 但看起来的分件 我觉得 直租 直租 既然你肩膀都这么分 我想你的裙子 哪些位都应该分给我 全部 是个胸口 看看有没有高手 可以整个外装甲 再吸进去 看起来好像 做到有点完整的感觉 那便很棒 这只我喜欢 好了 这一条 Hobby Next Face 春季 第一天的介绍 就差不多了 但看起来 明天 明天的意思就是 你们今天看好这条片的日子 应该没什么了 30min 鬼滅之人 我认为Star War 应该没什么了 16号 会有些期待 因为它有 高达 这个 又有一个新东西 Imaginary Skeleton 那意思是怎样呢 你不是打算出恐龙骨 之后出人骨 搞不定 这个会有什么呢 高达 不知道会不会有PG 如果会有PG 它不会是全新的PG 因为这个只是春季介绍 你见到最后介绍到 都是去到九月 所以 就算有PG 应该是一款 改东西加东西的PG 就像Perfect Strike 我觉得它不会有PG 可能会完全公布MGEX 即是有外甲 有正式的官图 给你看 可能会这样 会不会还有其他新的RG 或者MG 都难说 都难说 因为始终都是春季 还有秋季 和圣诞旺的冬季 我们看看 星期三有什么杂料 有杂料 有杂料 就再拍一条片 这个真骨 真的不知道什么 到时候 后日再看看 星期四 最无杂料 我看了几集 我看了几集 BANTER正式放出来 在Youtube有得看 我看了两集 哇 我已经受不了 我真的受不了 所以星期四 完全无期待 如果星期三 因为高达有杂料 我星期四 就会有一条情报片 但警戒战机 就不会有片 除非出PG 哈哈哈哈哈哈 今年年尾会不会有PG 都不会是这个春季公布 都是下一次 我觉得今年应该没有PG 没有了 接着就是这样 不过 没想到第一天 已经这么有杂料 希望它就不是第一天 希望星期三 都还有杂料 到时候又有片 给大家看 好 那我们今次来到此 到